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二 见贤诗奇 这个见贤诗奇也有学习的意思 也有学习的意思 孔子说 见贤诗奇 见不贤而内自行也 意思就是 看见贤人的人 就应该主动地向他学习 向他看齐 见到不贤人的人就应该自我反省 有没有跟他类似的错误 跟他类似的毛病 这就是取人之长 补给之短 是这个意思 同时也能够以别人的过失作为警惕 不会重蹈覆辙 所以这是一种理性的处事态度 那么这是见贤诗奇 孔子也说 三人心别我失 三个人在一起走路 其中一定有可以做我老师的人 一定有我可以学习的人 怎么学习呢 这句善而从之 其不善者而改之 这句善而从之就是选择他的常住 来向他学习 也就是随喜他人的功德 其不善者而改之 就是看到他不好的地方 就作为借鉴 改掉自己的缺点 也就是不随喜他人的过失 所以这样一来 任何人都可以是我们学习的对象 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 常随佛学 接着第三 善有为一 这个善有就善知识的意思 摩尔子官云 善知识有三种 一 教授 二 同行 三 外户 这个摩尔子官就是志尔大师的 三大部之一 法三大部之一 是摩尔子官 常随佛学 这个地处的佛呢 广义地讲 就是包含一切的善知识 那么这个善知识呢 有三种 第一个叫教授善知识 这个涅槃经说的 什么叫善知识呢 这个善知识啊 就是能够如法而说 如说修行 他能够依照经论 如法如地地宣说 那么正确地说 正确地说 不但是如此 而且呢 还能够如说修行 依着他所说的 去修行 去做 这个就不容易了 如说修行者更难 我们在拜一拜诵戒的时候 会念这个祭诵了 那么 比方说 三句境界难得文 金语量 俱之节 那么 读诵受识 亦如是 如说修行者更难 读诵受识亦如是 那么要读诵 能够读能够诵 也是如此 很难 那么如说修行者更难 我们依着佛所说的 或者依着我们自己所说 去做 那更难了 更难 所以这个战士士呢 他能够如法而说 如说修行 另外呢 他也能够教导众生 远离十恶 修行十善 那么也就是断恶修善的意思 再来呢 他自己行菩萨道 也能够使令他人 行菩萨道 他自己这个做菩萨道 修菩萨道 也帮助众生 引导众生行菩萨道 那这样的人呢 就叫做善知识 所以善知识有个标准 那么根据经论呢 我们就知道 是这个标准 那么此处 涅槃经所说的善知识 就是教授善知识 这样的善知识呢 他就能够教导别人 为什么要有人教导呢 为什么众生要有人教导呢 我们说佛法无人说 虽知不能解 这个如果没有人宣说法 给我们听的话 就算你有智慧 那世间的智慧 你也很难去理解 你看大藏经 三藏之后就摆在那边 如果没有人去宣说的话 我们还是不明白 我们学习法都是如此的 就拿一本金刚经给你看 就算你有那个智慧 把这个字面都看懂 但是里面的生涯你看不懂 看不出来 那么阿弥陀经给我们看 我们一直看它表面而已 是不是 比如说阿弥陀经 看得懂看不懂 他说看得懂 那么弥陀亚解释 解释阿弥陀经的 那么弥陀亚解释 看得懂看不懂 看不懂 经文看得懂 解释的看不懂 为什么 因为阿弥陀经 深 所以解释的反而我们看不懂 所以佛法无人书 随之不能解 所以要善知识的教授 第二种叫 同行善知识 这个同行善知识 就是互相敬重 彼此切磋琢磨 智同道的人 那么大家在一起用功 一起修行 这种就是我们的同行善知识 比方我们大家一起修念佛法门 一起诵经 一起做早晚课 一起打佛气 这个就是我们的同行善知识 第三是外护善知识 外护善知识就是以外在的衣服 饮食等等的协助 来护持修行人 使令这个修行人能够安心办到 安心地修行 这种叫做 外护善知识 比方我们搬一个佛气 就需要有外护善知识 那么在厨房做菜的 那么行堂打菜的 那么还有这个管规矩的 那么这些都是 外护善知识 所以有内护跟外护 都要有的 那么古人说 敬珠则赤 敬墨则黑 所以这个善知识很重要 这三种的善知识对我们来讲 都很重要 都很重要 这个唐朝 有位黄泊禅师 他有一天在禅堂开示 那么当时很多 这个 注重 在底下文法 这个黄泊禅师 他开示到中间的时候 忽然说了 大唐国里无禅师 这时候 大家很惊讶 怎么大唐国里无禅师呢 就整个唐朝没有一个禅师 作宗 也为出家众 他就站起来说 现在 各方的大德很多 都在聚众教化 弘扬佛法 怎么说没有禅师呢 黄泊禅师就说了 不道无禅 只是无师 就是说 禅到处都有 所谓的 翠竹黄花 无非不如 禅 广义来讲 到处都有 我们说明心见性 见那个性 就是 见到禅了 就是见到佛性 那仿性片一切处 到处都有 所以翠竹黄花 无非不如 但是呢 真正呢 能够交禅的大善知识 很难遇到 当时呢 陈宗啊 在中国的唐朝 正式啊 鼎盛的时期 这个 马祖禅师 他的门下呢 就出了 八十四位的善知识 非常地多 而且呢 而且呢 这八十四位 各座道场 广开 洪化 每一个都是大禅师 但是呢 黄破禅师 还是这样的一个 很态 可见呢 要遇到啊 能够 直到我们明心见性的 大善知识啊 很难 所以说呢 在唐朝啊 已经很难遇到了 现在这个时代啊 可讲而知 那么 大善知识啊 不容易遇到 不过还好 我们是修念佛法门的 求生西方 我们不是参禅 因为参禅 参这个禅师 他本身啊 要明心见性 是不是 他没有明心见性 你有可能明心见性吗 有人说可以啊 你看那个虾猫啊 虾猫会碰到死老鼠 但是 注意啊 我们鸟生托死 不是虾猫啊 那还得了 你就半夜起来 那摸一摸 你就碰到佛了 没有这么简单 没有那么平易的事情 所以真正能够 交禅敌人啊 当然也是看着到什么程度 你希望到什么程度 是比方说 现在流行山水禅啊 那时候听 学生奖 就是来参加 在这学的同学奖 他们 那些大学生奖 他说 他们现在 也很流行 一日禅 就山水禅 所以就是啊 到这个山上走一走 走一天回来 就是山水禅 就看看花 看看水 这就是修禅了 参禅了 所以那个法门啊 真的比我们容易带了 我们在在学学 四点起床 那么要做早课 那么晚上呢 过不时 这个跟山水禅比较起来 太枯燥了 那么 所以真正参禅了 不是礼 不是礼 他 长话头 很辛苦礼 很辛苦礼 所以要遇到这个大三知识 当然就不容易了 我们当然很讲 谁是谁不是 是不容易 但是呢 这个念佛法 虽然也要善知识 但是呢 这个善知识 不需要大策大悟 明信见信 不需要 当然能够更殊胜 像偶一大师 是不是 那么策务禅师啊 那么等等的 这些啊 都是明信见信的大祖师 不过呢 只要能够提升 我们的信任行 兼顾我们对禁度的信愿 都是我们的善知识 单向也是不容易 不过呢 这个 证悟的这种 要求啊 境界啊 就没有这个参禅的 修命的高 那么接着 以二无相行 三论体空 学习之人 所学对象 所学之法 三则本性皆空 学习的人 还有学习的 我们所学的对象 这些善知识 佛菩萨 祖师大德 等等的 还有我们所学的法门呢 三则本性皆空 这样去 修观 再来会归信信 随随心中佛 开显自信佛 这个心中佛的这个佛啊 就是广应的来讲 就是一切的善知识 那么一切的众生 一切的善知识 不离开我们那一念心 我们现前这一念心 所以我们学习的对象呢 不离开我们心 所以是心中的 是我们心中的佛 是我们心中的善知识 这个意思 那目的是什么呢 开显自信佛 我们为什么要跟三则学习 就是要开显自信 开显自信 开发我们本居的佛性 那么这个会归信信啊 就是禅宗所讲的 消归自信 什么法都消归自信 那这还是很抽象 我们就消归啊 空有不恶的真如本性 真如实相 就这个意思 甲山回向 倒归净土 将我们这个 常随佛学敌功德 回向往生净土 接着我们再回到 前面的讲义 请看着这个二十二页 翻到二十二页 心九恒胜众三 分三 仁一叠九月明 经文 富士善男子 言恒顺众生者 恒是恒常 随是随顺 随的恒顺众生呢 就是随顺众生的根性 来教化他 度化他 我们晓得 众生的种类无量 众生的数量无量 众生的根性 千差万别 所以呢 要运用各种的 善巧方便 划倒一些众生 使用他们的摆脱轮回 永离生死苦海 那么恒顺众生呢 主要就是随顺众生的善法 随顺众生的本性 一切众生的本性 是本善的 因为违背了本性 所以成为众生 也就是成为凡夫的意思 如果呢 我们能够恒顺众生的本性 就可以使令众生 反妄归正正的不提 那么这是恒顺众生的意思 能恶是恨愿相 分恶 愧义 证明 分恶 执义 出所顺境 分恶 仇义 总标 总的标出 随顺的境界 我们看经文 为净法界 虚空界 十方岔海 所有众生 种种差别 也就是呢 禁十方骗法界 无量无边的国土当中 所有的六道众生呢 各有它的种类差别 那么 这样无量无边的众生呢 都是我们随顺的境界 什么是众生呢 这个众生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是受众多的生死 所以称为众生 从无始节以来啊 这个众生呢 就不断地生死 好多次了 那么每一次的生 每一次的死 众多的生死 所以叫众生 第二个意思呢 就是众生的身心 是依着五蕴 等等的众元 甲合而生的 所以叫做众生 有众多的因缘 合而生的 那么这个众多的因缘呢 主要就是五蕴 色色强形式 这五蕴 所以叫做众生 广义的来讲呢 佛菩萨 也含色在众生当中 凡是有新的 都可以称为是众生 那么恒顺众生呢 这里啊 主要是指六道的众生 主要是指六道的众生 接着 丑恶 别叛 分无 隐医 瘦生 差别 所谓 卵生 胎生 失生 化生 那么三界六道的友情 产生了 有四种的差别 第一个 提到的 从卵出生的 称为是卵生 像这个 鸡 鸭 鸟 鸟 等等 这个是卵生 再来呢 从母胎而出生的 称为胎生 像人道的众生 还有牛啊 马 猪 羊 等等的是属于胎生 依靠这个 氏气而产生的 称为是失生 像这个飞蛾 蚊 跟虫 等等的 实际上呢 这个失生 很多也是卵生 只是说呢 它要比较多的水分 比较多的失气 它才能够产生 这叫失生 另外呢 这个化身 谁的化身呢 就无耳忽有 本来没有忽然产生了 它不要经过母胎的 也不用 这个 也不是这个卵生的 它就忽然出现的 这叫化身 像天人 还有地狱的众生 如果这个人道的众生呢 它投身到天道去 它就是化身 它没有经过这个母胎的 它就突然地出现在天界 地狱的众生也是如此 也是如此 那么是为什么这样子呢 就是过去越力的推动 越力的推动 就是推动它 投身到天 或是地狱 那么就产生了 这叫化身 这个失生当中 哪一种最多 化身的众生最多 为什么呢 因为 鬼道的众生 畜生道的众生 还有人道的众生 这三道 有少部分是化身 我们人道是没有化身 有化身就很奇怪了 说你妈妈是谁 不知道 她说我从石头出来的 那她是从 她的爸爸妈妈是石头 但是化身也没有石头 不是从石头出来的 它是突然出现 像其他州 我们说四大州 东西南北 其他州呢 就少部分 它是化身出来的 还有呢 全部的地狱 跟诸天 这两道 都是化身 地狱一定是化身 天道也是化身 还有呢 中英生 也是化身 中英生是什么 就是我们这个 不一定是我们人道 就是这个众生死了之后 还没有去六道之前 它那个状态叫中英生 也是化身 所以这样来看 化身的众生最多 接着影二 一指差别 也就是呢 一指住处的不同 或有一于地水火风 而深住者 或有一空 及诸会墓 而深住者 一指安住的处所不同 也就是啊 住的地方不同 好 这个人道 跟出生道 它要依靠地水火风空地 缺一不可 这个世大呢 有内世大跟外世大 内世大 就是我们的身体 地水有风 就是内世大 还有外世大 而我们要依靠外世大 才能够活下去 像这个水族类的众生 它要依靠水 好 有些维系的众生 它要依靠火 当然它不是住在火里面 意思是它有温度 它才能够生存下去 那么有依靠风的 那像空呢 就是鸟依靠空 当然它是住在树上 住在哪里 不过呢 它就是依着空啊 飞行啊 这样的这个情形 那边说到 会墓 会这一个字啊 就是草的意思 那么这个草 谁去住呢 鬼神 鬼神呢 是依附草木而出的 所以在律上 他提到 我们如果破坏草木啊 就是破坏鬼神村 因为这个草木呢 是鬼神啊 所住的地方 所以草木呢 也叫做鬼神村 但这条界呢 不是制定 在家人 是制定我们出家人的 所以有些道场 他会希望啊 在家去除草 那么出家种啊 就尽量不做 是这个意思了 是这一条 不过呢 如果要砍树的话 不管在家还是出家种 我们要先洒净 要先洒净 因为这个树啊 有鬼神住在那边 他住的地方 你随便就跟他砍掉 他没有地方住 他就出问题了 他出问题 接着就你出问题了 他会来找你的 所以呢在律上说啊 我们要砍树的时候呢 要提前最少七天 要洒净祷告 跟他讲 现在有什么事情 有什么誓言 比方有三宝的誓言 你就 笼通讲一个三宝的誓言 就可以 也许是佛的誓言 法的誓言 生的誓言 你就讲三宝誓言 这样也可以 或是讲一个什么目的 现在这一棵树啊 要移走 或是要砍掉 那么洒净当中 我们就这样 做一个祷告 跟他讲一下 告知他了 那么七天之后呢 我们再去砍 在律上这样提到底 所以最好 要能够这样做 叫比好 也通知他 让他早一点去搬家 就是他找 他下一个这个处所 叫比好 接着引三 种类差别 请看着经文 种种身类 种种色身 种种形状 种种相貌 种种受量 种种族类 种种名号 种种星性 种种之鉴 种种欲要 种种异形 种种威仪 众身的种类啊 差别很多 前面呢 说到有四种 软身胎身 四身化身 细的来分呢 按照任言经来讲 有十二类身 也就是呢 有十二种的生命形态 比方色界 无色界 有想天 无想天 等等的 第一个 种种身类 这是指众生的列别 那么天上的六一天 人间呢 有四大步骤 乃至呢 羽毛灵甲 千差万别 那么各式各样东西呢 很多很多呀 世界上啊 最长的这个 浮卵旗的动物 是谁呢 是一种啊 深海的章鱼 这个章鱼啊 它活在啊 这个海底 很深的地方 它的浮卵旗 多久呢 长达四年半 浮这个卵 四年半 在四年半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这个章鱼的母亲啊 从来没有离开过啊 这个 浮卵的地方 就经过四年 那么这个卵才浮出来 所以真的是种种身类 各式各样的生命状态啊 我们想都想不到 种种色身 比方呢 人有高矮胖宋 这个腹色呢 有黑色 白色 黄色 等等的 出生到来讲 体型大的 像老虎 大象 而小的 像这个蚊子 蚂蚁 微生物 等等的 所以种种的色身 种种形状 人道来讲 那么两个眼睛 两个耳朵 鼻子嘴巴 有四肢 那么出生到来讲呢 有两条腿的 四条腿的 那么种种的 飞行走送 恶鬼呢 恶鬼通常来讲啊 就是这个脖子细 这个肚子大 所以呢 这个众生的形状啊 各有差别 各有不同 种种相貌 就长相不同 也就是呢 有所谓的美丑不同 但是这个美丑啊 很难评断的 很难评断 因为呢 这个不同的民族啊 他有不同的审美观 比方这个泰国北部 有这个长颈族 他们呢 是住在泰国跟缅甸的 这个边界 住在山区这个地方 他是一个少数民族 这个长颈族呢 他们觉得这个女众啊 这个脖子越长就越美 也越高贵 所以呢 他们这个组里面的 这个女孩子啊 在五岁的时候呢 就开始啊 在脖子啊 套一个这个铜环 那么十岁之后呢 每年啊 都就多加一个 一直到二十五岁为止 所以最多呢 可以带二十五个铜环 套在这个脖子 那么这个脖子就很长了 那么这是啊 这个民族的审美观 所以看法都不同 为什么不同的民族 他们有不同的审美观呢 依照佛法来讲 就是业力所感 业力 我们现在欢喜看这个东西 觉得它好看 这是业力 业力 是业力的推动 它不是真实力 方法发现我们是业力的推动 因为不同的业力啊 所以产生不同的审美观 食物也是一样 为什么我们喜欢吃这种食物 比方中国人他喜欢吃中国菜 他去吃另外一个 什么中东的菜 或是非洲的菜 他说不好吃 他说那个菜难吃死了 还是中国的菜好吃 但是中东人 他就是喜欢吃中东的菜 印度也喜欢吃印度的菜 不是这个菜好不好吃 是我们的业力 我们的过去生的业力 我们就喜欢吃这种东西 那你说我们大家都喜欢吃 那叫贡业嘛 所以我们有时候贡业 所以大家就喜欢吃这种菜 当然在中国来讲呢 每一省也是不一样 有湖南菜 四川菜 广东菜 福建菜 那么贡业当中又有别业 就这样来解释 所以众生欢喜什么东西 那是业力 业力的推动 他喜欢这个 种种寿量 就是寿命不同 就着人道来讲 南占部州的人 寿命可以长达百岁 像这个蓄脑上活到一百二十岁 那么另外呢 也有出生就夭折的 北俱如州的人呢 寿命是一千岁 一千岁 就着出生道来讲 我们看这个浮游 浮游啊 就是朝生夕死 早上出生 晚上就死了 另外呢 这个乌龟啊 白鹤啊 寿命就长 寿命就长 所以我们帮人家 祝寿的寿人 就是龟鹤之寿 就祝和他长寿的意思 在地狱的众生 地狱众生呢 长的有好几一节 那真是苦 你看他的寿命 很长很长啊 短的 短的是一天一夜当中 万死万生 就一天当中 他死了一万次 又出生一万次 他的寿命呢 就非常非常的短 但是也是在受苦 天大来讲呢 最短的玉界天 四天王天 他们的寿命啊 相当人寿的九百万岁 很长了 九百万岁 这是最短的 九百万岁 最长呢 是无色界 飞翔飞翔天 寿命啊 八万大节 有八万大节 接着种种族类 就是呢 这个种族类别啊 各有不同 像中国来讲 有这个汉族 满族 蒙族 回族 藏族 等等的这些种族 各个民族呢 他的文化 生活习惯呢 饮食啊 乃是语言啊 都不相同 每个民族都不同 在这个云南省呢 有一个少数民族 他们说话用字啊 就很简单了 爸爸叫儿子啊 不叫他儿子 叫他小伙子 那么儿子叫爸爸呢 也不叫爸爸 叫他老伙子 那么他们就这样 称无聊 所以每个种族啊 他们的说话呢 语言啊 习惯啊 也不一样 种种名号 就是姓名字号 这个姓名字号呢 就是依照我们中国的习惯 人啊 都有姓 还有名字 这四个 姓名字 这四个 比方唐朝的白居易 自乐天 号香山居室 宋朝的大文豪 书氏 自指瞻 号东坡居室 古人啊 多用姓名字号 现在大部分就姓名而已 姓跟名字 就很少用字跟号 那我们出家人的这个姓名字号是什么呢 在佛寺的时候弟子就是用属名 用的就是属名 我们看 他们没有特别的姓名字号 像这个施力佛 穆建人 阿难 加瑟 修普提等等的 就他们在家就叫这个名字 出家也叫这个名字 那么佛法最初来到中国的时候 出家人是用俗姓 或者是跟你的师父姓 你师父姓什么就姓什么 或者你用你自己的姓 比方我们看三国时代 的一位高生 康生凯 他是一个出家人 但他就姓康 他姓康 那么也就是啊 还是用这个在家的姓 他是印度人 来到我们中国的时候 翻译出这个无量寿经 但是你看那个翻译的名字 他的法号就叫康生凯 康是他的姓 在家人的姓 他在家时候的姓 因此到了东晋时期 有位道安法师 道安法师呢 他就认为啊 佛呢是以释迦为信 所以凡是出家的僧人呢 应该啊 要跟着佛来信 那也就是要信士的意思 当时呢 他提出这个观念啊 大家还没有很接受 到了后来呢 这个真案经翻译出来 在这个案经里面呢 他说道 出家学道无负本性 但愿沙门释迦子 就是说你现在出家修道了 你就不要再用你在家的姓 只要说是沙门释子就可以了 那么有这个释 释迦子 就释迦的儿子 类似这样子 那我们可以说释迦的法子 那么这个说法呢 他的意跟道安法师啊 很接近 很符合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我们出家来就是以释为信 释为信 所以有时候啊 我们接到电话 他说 请找释先生 那就不知道哪一个先生 因为里面很多了 那么他不是学佛体 他就是啊 你可能是邮局嘛 你要这个寄姓啊 寄包裹啊 你就释某某 那这个有 包括有些问题 他就打电话来问 他很有礼貌 叫释先生 我们身边有二十个释先生 有十个释先生 那么要再问他是找哪一位 那么一般没学过他不晓得 那么这个出家的呢 有内号跟外号 内号我们叫法名 外号就是字号 比方现在你看到某某法师 那么他是他的外号 我们还有个内号 就是法名 内名 这个法名 法名呢 就是按照这个字背的 代表一个派别的传承 比方我们有一个派别 他是用一针法界圆镜庙会 那么就是现在啊 这个师傅T的这个土地 他就是他的内号 就是他的法名 就是用一字背 叫医某 医某某 医某 比方就是医天 那么另外一个徒弟叫医政 另外一个徒弟叫医觉 这一背的都是医之背 那么医之背再往下面 医前的医姆 就是这样医生裔 就是在医生裔的 你跟着医生裔的 那他这个图書 要把医生裔的 那这回省移布 医生裔的 就可以 这也不一定按照这个 辈分了 也就不一定了 种种心性 就是个性不同 有的人呢 刚强 有的人呢 个性调柔 有的疾躁 有的温和 那我们修行人呢 学佛的应该要如此呢 偶尼大师说 这个学道之人 谷一刚 气一楼 就是要有刚骨 要有志向 要有志气 但是呢 气一楼 就是我们虽然有刚骨 不被这个名利动摇 不畏无斗米折腰 但是呢 我们的谈话 办事 要能够谦卑 气要柔顺 说话 待人处事 要调柔 志一大 胆一小 这个志就志向 我们的志向很远大 要成佛作者 但是呢 胆子要小一点 怎么胆子小一点呢 就是不敢犯戒了 杀生的事我不敢做 不是我胆子很大 我就杀下去了 杀他 杜他 吃这个肉就杜他了 不自得 那么 早期学密 那么也不太明白 那是说我吃这个肉就能够肚他了 那么其实 我们再接触 不是这样的 在西藏的地方 因为他们呢 这个生活环境的关系 这个蔬菜水果少 所以他们呢 很难取得食物 因此呢 他们只要吃肉 但是呢 他们的修行人呢 虽然吃肉 但是他们不杀生的 不杀生的 那么吃这个肉 只是要活下去而已 就是填饱肚子这样子 那么如果有蔬菜 他们当然也愿意多吃了 不是说杀他就肚他 那么再念一个咒语 就把他超肚往生了 那么好 那你就杀我一刀吧 你就把我杀了 再把我念念 我就往生到禁度去 那这最便宜 这个最好 我也不用再念佛求生禁度 所以不是这样的 所以呢 犯戒的事情 我们就不敢做了 偷刀的事情啊 我们都不敢做 不敢犯 心一叙言一识啊 那么内心要谦虚啊 那么说望呢 要诚实 慧一正福一习 智慧要能够增长 要能够增长 有福报 虽然有福报 但是要习福 要习福 也就是不浪费 珍惜自己的福报 好 世上宜前 皆下宜前 处同辈 已退浪 世上宜前 就是我们侍奉啊 掌上 那么上面的 要前程 那么上面的呢 就是指三宝 父母 师长 要前程 接引 或者是接待 下面的人 下位的人呢 要谦虚 谦虚 那么同辈相处呢 要退浪 退浪 这是偶一大师 对我们的一个开示 種种之见 那么这个之见呢 有邪有正 有的人呢 具有正知正见 他听到正法 就喜欢喜心了 有些人呢 正法听不进去 他喜欢啊 接近外道 比方你跟他讲 要了解英国的道理 要相信英国 如果呢 想要增加福报 就是要布施 就是要持见 要行善积德 告诉他这些道理 但是啊 他就听不进去 但是你跟他讲 如果呢 你经常来拜拜 晚上你就会做梦 会梦到一个号码 梦到号码 你就发财了 他一听 他很相信 他就经常来拜拜 他就想要 天天来做梦 所以众生的根系啊 千差万别 很多了 那么还有一班人呢 他们对这个 了生死的方法 不愿意听啊 或者是 不愿意学 其实呢 他们不是啊 不害怕 是不愿意面对 比方哦 学人就记得小时候 这个 祖母 从这个中部上来 到台北 那么这个母亲 就要交代 这个 阿嬷来的时候 祖母来的时候 不能够讲死这个字 我们小时候有这个经验 不能谈这个事 避讳 避讳 那小时候也不懂啊 为什么不能讲 这个讲不吉利啊 不吉利 所以这个事件呢 其实都怕 都怕死亡 包括我们学佛 学一阵子也是会害怕 所以事实上呢 大家是担心了 但是呢 不用面对 所以说啊 我们这个学佛啊 就是要证实证件 那么学佛的目的呢 很重要一个基本 就是要聊生死 再来就是利益众生 那什么是证件呢 这个证件啊 主要有三种 一个就是因果律 一个是三法印 一个是实相印 这三种 在仁天诚来讲 就是因果律 是他的主要证件 要先认识因果 明白因果 再进一步呢 在这个小诚呢 就是要学习三法印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涅槃之境 再进一步啊 学习大神理佛法 十相印 这三种的证件 我们把它掌握住 整个佛法的证件 我们就具足了 好 这是啊 说到种种的知见 好 接着是种种 欲要 这个要啊 可以念作要 也可以读作热 都可以 欲要呢 就是有善有恶 比方啊 我们 有人看了三国炎之后 他就学曹操 那么越学啊 就越兼恶 假使呢 他学观工 就越学习 越忠义 这个欲要 就不同了 这个欲要呢 如果解释作平常 一般人所讲的 欲乐 也可以 也可以 也就是五欲的快乐 也通 比方呢 天人啊 就好享乐 那么人道的众生呢 就是啊 贪爱啊 彩色明十岁 这五欲 那么每个人的 嗜好不同 喜爱不同 你看有的人啊 他重视吃 他这个吃 一定要吃得很好 有的人 他是不重视 他重视穿 穿一定要穿得不错 有些人呢 他吃穿不重视 他住 要住得好 那么有些人 他吃穿住都不重视 他重视休闲 所以人道的重视啊 各个都不同 不同 那么嗜好不同 喜欢不同 就在经文的意义来讲呢 这里的欲要 是指内心的好要 就是他喜欢善法 还是喜欢恶法 是这个意思 种种异形 这个异形啊 就是意念啊 所升起的现行 或者好动 或者爱静 有的人呢 他的内心啊 经常在定中 容易专注 有的人的内心啊 经常的散乱 所以不同的 种种威仪 这个威仪就是说 我们佛弟子啊 不管你是出家人 还是在家人 这个日常的举止啊 要好的威仪 以往在灾界学会的时候 这个灿公上人 那么一来到第一天 就是啊 教四位仪 他老人家亲自教 那么 行柱坐卧 就四位仪 比方佛弟子 就是啊 行如风 立如松 坐如钟 卧如躬 那么走的时候像风一样 行如风 这个风不是说你要走很快 不是你 就是啊 要顺畅 顺畅 不脱泥带水 立如松 站的时候就像松一样 很挺的 很直的 坐如钟 坐的时候 四平八稳的 像一口钟 这个钟很重 是不是 一放下去啊 他就不会啊 东倒西歪 再来是卧如躬 这卧如躬 这卧如躬 就是睡的时候呢 就其实想卧 像躬一样 这卧如躬 那么这是啊 佛弟子啊 学习的这个位仪 学习的位仪 那么我们晓得 这个李秉的老居士 也就是这个 许如老人 他曾经啊 到这个苏州报国寺 拜见映光大师 拜见这个映主 那么去的时候呢 刚好映主在闭关 不过呢 他也承蒙啊 这个映主啊 在官房当中开市 那么开市之后啊 他受到很大的感召 所以这个修罗尔呢 他见过这个映主 那么有时在 栽介学的时候啊 家世啊 参观之间 他就提到 他说啊 这个台中立民老居士 见过映光大师 他就请教这个 李老居士 说啊 您看看啊 这个映主的位仪怎么样 位仪怎么样 那么上人就说啊 这个李老居士啊 就用他那个很浓厚的 那个山东腔啊 就说啊 啊 我们在他旁边啊 都不像个人啊 那时候小的 哇 这个映光大师啊 这个位仪好 你看我们在旁边都不像人啊 所以你看这个祖师的位仪啊 好 那么有那个威德相 这个台湾 这个台湾有个会计长老 有一次啊 有一次啊 在听他的这个录音带 听他的这个法音啊 就听他讲 他刚才讲到这个瘟疫方面 他说呢 他看过这个最好的 他自己他自己认为的 就是啊 这个 称光 他是这样讲 他唯一啊 好得不得了 那么坐呀 站啊唯一都很庄严 那么他曾经这样讲过 那么 玉英在这个学生时代的时候 亲近这个上人 那么记得啊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是在台北 成功讲堂 内湖 那么现在那个成功讲堂 已经撤掉了 好 那么说那边 第一次见到 一看到 哦 这个老和尚 这个相貌 威仪啊 都很特殊 那么自然这个内心啊 就升级一种啊 敬畏之心 那么内心啊 就不敢打妄想 看到哦 这个这个 你看这个上人 他的眼睛怎么样 炯炯有光 好 很有很有很有力量的 大概今年年初 还是去年的时候 有个居士 现在是想起这个事情 这个居士呢 他也亲近 燦工上人很久一段时间了 那么他小孩子很小的时候 他就带他来见 见这个上人 那么老大说不敢来看 他说看了会怕 看那个师傅的那个眼睛啊 很亮 你大概做什么事情 他都知道 不敢看 这是老人家的修行跟威仪 那么以后出家呢 在留营寺啊 跟这个师傅住在一起 就看着上人呢 行住坐卧 那么或者有时候啊 陪师傅啊 到这个 居士加印贡 就感觉这个上人真的是 站有站向 坐有坐向 那么也听过一个 住在美国的居士讲 这个上人呢 曾经啊 住在他家 那时候呢 他就邀请一些 美国人啊 来听法 来参加法会 这些美国人呢 也不会讲中文 当然呢 上人也不会讲英语 那么 但怎么样呢 就是啊 这些美国人啊 他们就看到这个老儿上的 威仪庄严 那么看了之后就说了 虽然还没有听法 但是呢 就看到这个老儿上啊 静静的坐在那边啊 内心就欢喜了 就像这个老儿上不错啊 就是这样子 所以说这个威仪啊 也能够射受众生的情形 那么现代啊 就比较不讲究这一套了 那么 有些人 那么就坐的时候 腿翘起来 那么或者脚啊 就抖来抖去 那么吃饭的时候呢 一只脚抬起来 踩在椅子 那么这样吃饭 那么行住坐 各有其太 那么 现在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说我们打佛七里时候 我们在佛堂 有在佛堂的威仪 在哉堂啊 有哉堂的威仪 如果这个基本威仪啊 我们都注意到了 有做好 也能够帮助我们射心念佛的 不是说吃饭到了 打佛就吃饭了 冲进去了 不是的 看到就马上啊 看哪个喜欢吃啊 就赶快啊 怕啊 这个一下子就全军覆没了 排班 过哉堂 下来念供 那么这个威仪好 那么按照规矩 这个我们能够射心 这个我们能够射心 所以一场佛系打下来 我们行住坐卧 里里外外 那么佛堂啊 灾堂啊 包括疗房 也是一样 都是注意这个位移 注意这个举止 这个佛号 这句佛号会念好 就这样子 所以整个都要注意点 整个都要注意点 那么这个时间差不多了 好 就到这里 那这里刚好有个问题 因为就相相关于今天所讲的 所以我们就答复一下 远离二游的具体做法是什么 就是呢 就是尽量啊 避免跟刚刚所讲的那四种的二游呢 在一起 就是少接触的意思 因为多接触 我们会受到它的影响 那么这是比较具体的做法 但是呢 我们不去任意的批评它 比方说现在我们知道有些人之间不对 游戏啊 它能够射受很多人 在这个末法时代 我们应该要做什么 就是啊 古德式啊 破邪险证 但这个时代呢 能够险证不能够破邪 你能够险证 你就是把正确不断的说 但是呢 没办法去指责它的这个过失 因为这会遇到很多点麻烦 很多点麻烦 所以在这个末法时代呢 我们就能够做的就是啊 不断把正确的观念带动出来 宣说出来 那么正确的观念说出来 有智慧的人他自然知道 什么是邪实邪见 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这个二知识啊 二有啊 我们就是啊 避免跟他接触 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好 那么向下文长 赋予的日 回向